过年期间很多人都会买呱呱乐来讨个吉利 不过刮完的彩券最好不要急着乱丢 在花莲市有一对情侣到彩券行买两张呱呱乐 刮完之后以为没有中就直接留在柜台了 而事后老板娘查看一下发现说 这两张居然都中了千元奖项 赶快上网po文急忙找人 就是这个声音让人跃跃欲试 花莲市这对情侣党也来试试手气 他们来到中美路上这家彩券行 卖了两张三百元的呱呱乐 不过因为不熟游戏规则以为都没中奖 就直接请店员把彩券丢掉转身离开 就是我先丢掉然后那时候再用手机 然后又把它捡起来 对然后看到有中 就是这两张彩券一张中一千五百元 一张中一千元总共两千五 但可人呢 对可是他们已经走到很前面 偏偏老板一个人顾店抽不开身 找不到彩券主人紧急调阅真实器 还将事件po上网路 好想网路找人发挥效益 中奖情侣得知消息 连忙赶回投注站 总算将刮了彩金抱回手中 对他们说我们乱刮 我留言看到就是有认识的人 然后有通知他们来 就很开心很感谢这样 民众对于店家积极找人 感到相当肯定 大赞是台湾最美丽的风景 这是应该要做的吧 对啊 这个是个人得到的奖金 应该个人要收 这个字太小了啦 有时候真的看不清楚 像我对 要放大镜才对才对啊 对不对 而且他对的奖一直在变啊 五年财神耶报道 对奖时除了了解瓜彩规则 更要看仔细 最好请店家帮忙扫码确认 才不会让好运溜走 记者石立琴庄西元花莲采访报道